提起拳击,你绝对会想到这个男人 每次看他的比赛,你绝对能感到肾上线素飙升的快感 在他的信条里,从没有防守二字 极具侵略性的打法风格,让他的比赛极具观赏性 门票更是千金难求,他就是野兽麦克泰森 他的出现,也让拳击这个项目达到了 前所未有的历史高度,开启了一个独属于他的时代 今天就来说一下泰森职业生涯的前五场比赛 一起来看一下泰森如同炮弹般的重拳威力 第一场比赛,对手叫做梅塞德斯 此时泰森仅有18岁,这一战他也只拿了500美元的出场费 但比赛开始后,泰森就展现出来非比寻常天赋 就立刻引起了所有人的关注,是重量级的选手 但他动如脱脱,完全可以媲美轻量级选手 而梅塞德斯完全看不起这个18岁的小朋友 想要和泰森碰一碰谁更硬 两人一波对拳,梅塞德斯差点被打出擂台 接着泰森连续补刀,打得梅塞德斯抱头鼠窜 紧接着连续的上钩拳,直接将其送入梦乡 最终泰森已不到一分钟KO梅塞德斯 完成了职业生涯的首秀 台下泰森的恩施达玛托对此也是非常满意 第二场比赛的对手叫辛格尔顿 此时的泰森还是一个小孩子 在台上彬彬有礼的向观众们鞠躬致谢 但比赛开始后,画风突变 泰森几击视如破竹的前手刺拳 紧接着就是连续的左右摆拳 开局不到10秒,就将辛格尔顿击倒在地 泰森还调皮的吓一下对手 起身后的辛格尔顿还想着反击一下 但泰森一击摆拳,再次将其轮飞 5秒过后,泰森对着辛格尔顿的脑瓜子 就是一顿左右摆拳 顺利拿下职业生涯第二场比赛 第三场比赛,对手叫做哈尔顿 职业战绩9胜18-9KO 虽然战绩并不好看 但全台经验十分丰富 可能经常挨揍抗击 打与防守能力十分出众 这也是泰森首次对战拳台老流条 因为经验不足,很难捕捉到他的防守漏洞 哈尔顿也成为泰森手下 首个撑过一回合的对手 泰森此时一击左手拳 将其打猛 接着两击后手重拳 直接将其击打 裁判独秒过后 泰森连续的重拳挥出 险些将哈尔顿打出擂台 第四场比赛对手叫做李卡多斯文 也是一位出入职业拳击七战全胜5KO的新星 比赛开始 李卡多也是不怂 上来就是和泰森一波换拳 不顾帅不过三秒 没几下就被泰森撂倒在地 起身后的李卡多还想坚持一下 结果泰森两击百拳 直击李卡多下了 将其送入梦乡 这一战仅用40多秒两次击倒 拿下胜利 第五场比赛的对手叫做约翰奥尔德森 一个身高2米15的白人巨兽 甚至需要泰森跳起来 才能达到他的脑袋 约翰还想凭借自己的身高 臂展优势刺拳牵制泰森 但此时的泰森 犹如出笼的猛兽 势不可挡 打得约翰苦不堪言 只能不断后退 躲避泰森的重拳 第二回合 约翰还想通过搂抱 来限制泰森的进攻 但在裁判分开后 泰森抓住机会 就是一击后手重拳 直接让约翰坐在擂台上 开始怀疑人生 起身后的约翰 还想再试一下 结果试试就试试 泰森挥舞着重拳 再一次将其击倒 约翰苦苦坚持到回合结束 选择了气赛投降 毕竟